中华市立冠行业团上升至今 曾经需要到南非、韩国、日本、奥地利 顶顶国家演出 今年是再度在到法国的邀请 正买在理工医院七月设施去法国表演 最近法国主办团委 特别送来邀请韩 邀请市立冠行业团全都演出 专冠委法国来的指挥家 在中华市公司 中华市立冠行业团 可以全都在法国演出 中华市立冠行业团 成立到现在已经13年了 曾经先后受邀请南非、韩国、日本、中国、 中国、奥地利、顶顶国家演出 既然对的是 这次在都在到法国的邀请 将会在今年七月设施、晚上八点 在法国佛雷斯、纳亦叫听演出 �무从专家 tableku간 fioci� 非常影响 集长乐团、管弦乐团 在七月四号 要和我们法国巴黎 佛雷斯学院进行音乐交流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我们邀请到我们吕化的名指挥家音乐家 我们的柯宇芳教授 以及我们在地华国的这个Erik Professor 来给我们党座丹杆演出 我相信这是我们世界上的音乐交流外邦 那么我们这次呢 去到华国 也还有我们的德国奥地利顶的所在 来进行这个音乐的公园 那么我们在最近这十四年来 可以说我们的主机遍布 我们的澳洲各国 以及我们中国、日本、韩国 顶的这个国家 对我们整个我们藏话势力 这个管轩乐团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这条名为台湾和法国交流音乐会 中的当年澳洲当地嘉义音乐的朋友 陷伤到长笛室内乐和管轩乐 两种不同的音乐演出形式 演出令员是来自中华市立官兴协团 和法国当地教授和英雅 学院的学生 将会让中华市立官兴协团的团团 立着上东北的演出经验 新中华市立官兴协团 中华 蔡凤博团